封城秀吉有两位著名的军师 竹中半兵卫和黑田孝高 也就是黑田官兵卫 所以他们俩合称秀吉的军师两兵卫 他们号称助理成龙 可以说封城秀吉能成为天下人 很大程度就是靠他们的参谋 其中的竹中半兵卫对封城秀吉一直是忠心耿耿 甘心做一个清心寡欲的完全的谋士 而黑田官兵卫则完全不同 他的野心很大 表现力也很强 也说不上多忠诚 他的策略中经常也包含了自己势力发展的私心 完全可以说是一代枭雄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进入这位日本战国传奇军师的故事 这里是巫女花扇里 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记得点赞订阅哦 封城秀吉能以最短的时间席卷波魔国 提前和毛利家进行对决 黑田官兵卫的游说和策略发挥了巨大的功效 后来封城秀吉平定九州之后 为了报答这位多年来贡献心智的军师 这给他十二万五千弹的领地 平心而论 一个军师能够领有超过十万弹的俸禄 已经是相当难得的了 看看德川家康赏赐给有特殊关系的重要军师 本多振兴的也才区区的一万弹 封城秀吉不仅不是什么大方的老板 甚至一直提防着黑田官兵卫 这十二万弹的领地确实是高度肯定他的贡献 但是在封城秀吉出兵九州之前 曾经给黑田官兵卫有话柄说 九州如果能够平定的话 将赏赐给他其中的一国 结果只给了九州最小的封钱国 这柄不能说没有兑现吧 反正也是一种老板惯用的坑爹手段 黑田对于封城秀吉这种开空投支票的行为 非常的不满 日后他在官员之战时 做出的令东西阵营都非常诧异的决定 应该也与此有关 回到一切的开始 黑田官兵卫的家族发祥地是靖江国的黑田村 他们的家族源自于连昌时代 来是与此多元氏的左肿部分子 几经转转迁到波魔国 黑田官兵卫正式的名字叫黑田孝高 其祖父黑田纵农早年自授掩药 后来出世于波魔国豪族小氏正直 正直对于黑田一族相当重视 任命黑田纵农为自家纵城 并且于天文十四年任命为基禄城代 并且将自己的养女嫁于纵农之子黑田纸农 而且将自己的姓氏赐予黑田家 之后的1546年10月29日 小名叫做万吉的黑田官兵卫在基禄城出生 他小的时候 因为父亲黑田纸农在基禄城里开设了藏屋 供来往的浪人居住 于是官兵卫小时候常在父亲的陪伴下 前往藏屋与住在里面的人交谈 这不仅从小增长了他的能力水平 而且后来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成为了黑田家的家臣 同时因为他的母亲的影响 黑田官兵卫从小就对连哥很感兴趣 而且他智力极高 迅速地在连哥中找到了和浪人武士们 谈话相对应的隐晦表达 以至于他十岁的时候 就能从各种连哥中推理出日本诸国的地理和人文情况 教授黑田官兵卫学问的老师 是一位住在基禄城外的净土中生人圆满和尚 他的教育对黑田官兵卫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14岁的时候 黑田官兵卫圆福 之后就有了正式的名字 黑田官兵卫校高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不得不肩负 刚刚从流浪的生活中摆脱出来的黑田家未来的希望 16岁开始 黑田官兵卫到祖君小市镇直处服事 担任进士 17岁 黑田官兵卫首次出镇 不过这次只是跟随他的父亲 讨伐当地的土匪而已 在此之后的几年 黑田官兵卫在几名部署的陪同校展开了为十数年的旅行 在旅途中 官兵卫亲眼目睹了三好三人众 和松永九秀等人的肆虐和京都的残破 也见证了主力将军权势的没落 他幼时特别崇拜辅佐刘邦完成霸业的张良 所以此时他心中也开始希望 能够遇上一位熊霸一方猎土蜂王的枭雄 也是在这次旅行中 黑田官兵卫结识了和田为政 戏传传校 以及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维也纳 很多人都知道将天主教传入日本的沙乌略 和日本史的作者佛罗伊斯 但实际上沙乌略停留在日本的时间 仅仅是两年两个月 而佛罗伊斯是在公元1563年才来到日本的 而在这之间的将近12年 日本天主教最显眼的传教士 正是维也纳的团队 如果没有维也纳接班 天主教在日本的势力很可能就此衰落 维也纳本人是1556年抵达日本的 最初也是和前辈沙乌略一样 在大悦家的领地传教 1659年9月 应耶稣会的命令前往京都 他是耶稣会传教士中 第一个到达京都的传教的人 也是第一个进入几类的欧洲人 维也纳到达京都之后 原本打算觐见将军阻力一挥 希望取得在基内的传教许可 但是抵达之后发现 幕府将军不过是一个空壳子 所以转而请见当时京都的十权掌握者 三号长庆 但是长庆正忙着和京都一带不服从的势力作战 远大而来的上帝的使者虽然有进化心灵的作用 但是并不能提供帮他解决眼下问题的资源 维也纳在京都初期并没有太大的掌握 于是传教不顺的维也纳选择换个方式 推到界地搞地推 初期他遇到的人当中 对于天主教抱有好感的 只有将军逐立议会的随从和田为政 不过在戒岗时 由于他为人亲切且扶贫济弱 深得当地民众的喜爱 很快就吸引了三万多名信徒前来受洗 为天主教在人间增加了一块新的版图 而这时的受洗者中 就包括了和田为政的弟弟 来自社经国的一城之主高山友诏 他是几类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大名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受洗者 是借岗的商人小西隆左 这两个人不仅自身受洗 而且带上了他们的儿子 都是后来的重要人物 高山仲友和小西行长 公元1564年左右 黑田光宾位也受洗 就这样在京都传教不成的维也纳 退到借地之后反而业绩暴涨 为当时人已经到了九州的同胞佛罗伊斯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67年 维也纳离开几类 回到大友家继续传教 1671年离开日本前往印度 之后的佛罗伊斯接替维也纳 逐渐领导日本的传教士团队 黑田光宾位受洗之后 对他而言最大的冲击 是见识到了火枪的威力 不过后来他返回到了基路城 这期间并没有什么作为 1567年 他46岁的父亲让出了家族的位置 22岁的黑田光宾位继承家都 同时也成为基路成新的主人 以及祖君小世家的家老 既然接任了家族 黑田光宾位的婚姻也不能耽搁 他的父亲为接任家族之位的儿子 误设了小世正直的子女 虽说这是正直婚姻 但是两人婚后还是相当的恩爱 次年黑田光宾位的长子松寿丸 也就是后来的黑田长政出生 而且因为是天主教徒 所以黑田光宾位一生都遵守了一夫一妻的誓约 虽说此时黑田光宾位当上了家族 又结婚生子 本应是高兴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 波魔国面临的局势 却令他日益担心 自从1568年9月 信长拥护竹立一辉的弟弟 竹立一招上落之后 虽然一度受到信长包围网的威胁 不过大致来说 在那之后的信长的领地和势力 如野火燎原般迅速的增长 特别是1575年5月的长小之战 以及之后的几场附属战役后 知田军中挫了武田军强大的骑兵兵团 东边的形势基本暗定 现在北条寺和武田市已经完全可以交由盟友 德川家康家以应对 信长既东风假匪 又亦士奇西风 若不缺中国将焉取之 而波魔国的另一个边境 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从背前到朝门一带 也逐渐从豪强林立的状态 变成了毛利家一家独大 本来中间缓冲着的许多散落的小势力 如今也因为明知光秀的精彩外交操作之后 激进灭亡 面对前友男后友虎的艰难局面 出于地理上的考量 波魔国的主宰赤松式的组织分流 统一意见 决定服从毛利家 只有黑田光秀卫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信长已经先点开了 更先进的政治科技术 支田军的理念和对整个日本的愿景 以及他们的组织方式都远超时代 这不是火枪数量或者包围网人数 或者地力所能弥补 或许在征战的过程中 信长使用了许多令人发指的手段 但是不迫不力 光秀卫认为 这种思想和政治制度上的绝对优势 很快会反射到军事和外交 信长非常有机会征服全日本 所以在1575年的长小之战之后 他以波魔国小四家家老的身份 独自前往美龙国的齐府城 求见支田信长 希望为将来留条后路 然后他被留下来成为陪城 不过在之前的1573年 毛利家的外交官在京都建了信长之后 曾经做出预言说 信长的势力还能持续三五年 大概明年就连朝廷的要职也不会有兴趣了 之后支田家将发生急剧转折 然后谭吉兰 也就是之后的封城秀吉 将会是个不可小觑的人物 当时信长的身世如日中天 这番历史的预言应该会被人嗤之以鼻 然而根据日后的历史 这个预言比黑田官兵卫的预测更加准确 不过这并没有立刻指导 毛利家接下来的动作 历史往往如此 从上帝视角看时 决定一切发展的因素 首先是历史进程 嗤之是人物的一些本质品质 再次则是内在的先进程度 再次是外在的先进程度 最后是弃物之力 兵民之重 然而身处其中时 能看到内在先进程度 且付诸行动者 已经是天重奇才 而看到人物本质品质 或者历史进程的人 反而大半因为与环境格格不入 而没有领导一方的能力 1577年10月10日 松永久秀带着自己心爱的茶具 自爆而死 反信长势力直见平静下来 志田军转为公式 没过几天的10月19日 中国征伐军就从安土城出发了 这个时候黑田官兵卫投入信长徽下 已经两年多了 身为纪录船的船主 他理所当然的被编入了远征军 而这支部队的统帅 正是封城秀吉 都看到这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啊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一个演绎日本历史传奇的频道 下期我们接着演绎 黑田官兵卫评定中国的故事